一个工作电源是16V的手电钻 用个16V的电源给它供电 手电钻现在无法正常启动工作 大家好,我是光头极电 这是一个16V的锂电钻 它的电池包出现了问题,不能使用 大家看,这种锂电包里面应该是4节锂电池 要不然用锂电池 所以我就拿一个外界电源给它供电 把输出电源调到16V 但奇怪的是,这个外界电源却无法大动这个手电钻 有些时候转一下子,有些时候根本就不转 然后我找了两颗1万违法的电容 这两颗电容它的耐药值是25V 两颗并且使用是2万违法 我准备把这两个电容并列在电路当中 然后再给这个手电钻的供电 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效果 接上电源的正极 接上负极的这一颗,电力比较大 所以冒火花了 再接上手电钻的两根演出线 这个时候大家看 手电钻可以正常启动 运卷 换一个方向试试 它是可以 为什么加一个电容它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手电钻在启动和工作的时候 它的电流变化 大家就知道了 我把可调电源它的输出电流调高一点 调到4A 启动的时候大家注意观察电流的变化 大家看清楚了 启动的这一瞬间它的电流非常高 将近3.4A 然后再下降到2.4A 最后下降到1.5A 而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电源最大收出电流是比我加上1A 当这个手电钻启动的时候 它的收出电流不够 虽然说它的电压足够 但是它的收出电流太小 所以就无法启动这个手电钻 后面加上这个电容之后 这个电容就像一个水塘 并且电容的特性大家都知道 它的瞬间放电能力是特别强的 所以在启动的这一瞬间 电容充当了这个电池的作用 还有大电流的方式 给这个手电钻放电 但是这个电容的容量比较小 它一下子就放完了 而放完了之后呢 这个手电钻也刚好就启动了 手电钻启动之后 它需要的电流就急剪小 而我这个电源它输出的电流 可以达到1A 比5A小了一点 但还是可以带动它转动 所以之前我和大家讲过 这种电动工具 电池包里面的电池啊 都是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它的瞬间放电能力是很强的 像我这节绿色的就是动力电池 上面这一节呢 就是普通电池 普通电池只能给手电筒用 不能给电动工具使用 今天和大家讲的 并不是说这个锂电池包坏了 我就用这个可调电源给它供电 我们完全可以把里面的电池新换掉 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电容啊 在电路当中 当电池使用的情况特别 比如在新兵的供电营夹这个地方 也会加一颗电容 我下期视频和大家详细讲一讲 这个电容啊 在电路当中的各种应用 包括做电池使用 做滤波使用等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